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大家的芝米粒有没有长出来了呀 跟冬天 跟到春天的时候比 它好像长了很长一节 你看那个冬季的时候 感觉就全部要阵亡完了 现在都冒着新的绿枝头 冒火都出来 感觉以后又是一大片 这道路两边 除了那个薄薛碗粘草 就是那个芝米粒 芝米粒它是下行种 焦豆水的话很快就可以长很高很高 看红砖里面的这一块 今天太阳有点暴晒 你看这些肉肉晒的都有点泛白了 但是淡血还有这个金笼 因为反而晒得越来越好看 这会我就想来弄一点这个牡丹吊栏插 这牡丹吊栏 之前最开始长的那一批的那个头 现在都已经在开花了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又可以弄出来插了 但是一定要放在阴凉 阴凉的地方 不能太暴晒了 一暴晒就坏了 这里就是那个牡丹吊莲 开的花粉嘟嘟的 其实全部都开花了还挺好看的 现在这是之前最开始的那一波头 然后长出这个样子的 这牡丹吊栏开花也挺好看的 感觉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你看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粉女 粉女现在颜值不错 比刚刚种上的时候颜色深了很多 这里是我今天配的套餐 然后一共配了五盘 这会儿时间来不及了 还没有回信息 还有两盘还没有出 你看吧 这颗配了一颗广含公 这个是紫针组 待会儿接着再去给大家配一些套餐 把家里的肉肉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等到15号的时候 就结束今年的发货 然后就要等到 不是结束今年 是结束春天的发货 发货的话 以后就要等到那个秋天的时候再发了 挑好套餐煮好 然后明天再来拍照 你看这边 这边的伙计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算九厘米的 给大家配在一起 其实家里的这些肉 都是爷爷之前挑出来 就是 看这盘是那个雪精灵 就是比较爆棚的 你看吧 这些 要不然就是品种很好的 像好像还有一颗那什么 我记得哪里还有一颗 陈梦鹿还是啥呢 你看像这些颜色都很好看的 看吧 这里还有香草 我怎么感觉好多小鸟在叫呢 啊小鸟滑到我们棚子里面来了 看我最害怕小鸟跑棚子里面了 它到处在棚子里面撞来撞去的 你看像这些广寒工到时候都给大家配着 晚一点给大家发图哈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还是两只在里面 我待会要给它弄出去 你看这盘太阳 太阳还好大了 这边是什么品种 哎呀 有时候突然想就想不到了 这红边边还挺好看 你看这里 这颗圆着 也好美啊 这阳网干嘛 遮起来 遮起来 不用遮 这会儿太阳都落坡了 这啥妈 这会儿再瞄准 我老公在那边再给我打那个孔 打那个木架 然后从上面只拿遮阳网就可以了 你看之前被砍头的奥普林 现在头都长这么大了 都已经 我老公就帮我弄遮阳网 老妈就帮我浇水 哦 好 在这儿 哎呀 你没把花埋到了吗 真的特别想吐槽一下我们家的修球 我觉得我养这个爱喝水的真的养不好 修球一天喝两三四水 你都给它浇不好我感觉 然后多肉就不一样了 不需要管哪 不浇水它一样长得很好 小地方想念吗 会不会偷重就请倒过咯